纽约州长联合东部其他六州共同组成理事会商讨逐步解封计划 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冈州还有华盛顿州也宣布将共同规划放松疫情管制的共同声明 我们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将与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共同联手争取美国西岸早日战胜疫情重启经济 在即时直播中提出了这六个步骤是 一、持续加强检测隔离与确认感染者的监控 二、预防感染尤其远离高风险人群 三、强化医疗机构的应急应变与需求 四、开发潜在的疫情防治与治疗方法 五、确保企业、学校和其他地方能够在社交隔离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六、随时留意最新防疫指令 尽管目前还没制定出具体的计划细节 但是已经就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达成共识 包括制定相关政策来恢复部分地区日常生活 也强调将把居民的健康考量置于政治立场之上 纽森州长还强调 借除检疫命令并重新进入正常生活将是循序渐进逐步放宽 不会突然发生 当餐馆重新营业时 他们将可能需要管制顾客人数 学生可能不得不在交错的时间段上学 能够上班或走在外面的人也得戴上口罩 纽约州州长召集了附近六州 共同宣布组成专门小组规划重启计划 每个州将各自任命公共卫生官员和经济官员参加协调会议 川普总统表示 重启国家经济运作是总统的职权 并且直接在推特上点名批评纽约州长科莫 川普也重申 重启国家经济白宫会通盘考量 各州跳过联邦政府的举动 没有总统的批准 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显然是不希望州长插手 对此法律专家也指出川普并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美国宪法保留各州的自主权 东岸的七个州包含了纽约州 新泽西州 马赛诸塞州 康乃迪克州 宾夕法尼亚州 达拉瓦州和罗德岛州 纽约州长表示 在我们可以协调的范围内对疫情数据进行分析 沿拟共同防疫和复工复学的计划 并且商讨重新开放商家及学校复课的时间表 逐步增加经济活动 要求戴口罩和手套并进行体温检查 最大程度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也将是重启经济解封计划的关键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